巴黎探厨记第三季由伊多克快递独家冠名播出 伊多克中国及欧洲首选快递 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根与魂 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与风貌 而身在海外 不仅要主动融入当地的社会 也需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 才能在这座美食之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是叫许美芳 那我先生是姓李的 所以很多人就要叫他们学历 那我们白喜餐馆的法文 我们还是叫学历 比较亲切感对法国人来说 我现在是有五家餐厅 88年开了第一家餐厅 到现在是我来法国也有40亿年 还是要坚持 自己的爷爷 1975年间就在证据 他们就申请过来法国 那个时候我就和我们父亲家人都在香港 他们说法国非常好 那我们也很喜欢法国巴黎铁桃 那我们说好啊好啊 就这样子过来 三代人的闯荡 拼搏半生 李太太深知海外创业的不易 餐厅来说我们就是常常会有一块布 或者是搭在手上或者在手上 我一马上来到餐馆 我肯定手中有一块布 因为你的眼睛看到什么 你要赶紧把它弄干净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可能是对李太太最中肯的评价 既在餐厅打理生意 又能在后厨料理 势必公亲 从小就和我奶奶一起长大 我就是我奶奶的助手 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十几岁了就开始了 所以呢养成我一个习惯 进厨房呢 手脚很快的 会看有什么东西做 主厨阿兴师傅 精通粤菜 与李太太合作多年 默契自然不用多厌 炒 煎 炖 会 样样精通 吃饭 双主厨的特殊搭配 让二人都能个展所长 又互为补充 我也是师傅的助手 他有那么好的技术 我也应该在他身上写的东西 那他也会过几招给我 中国文化还是要坚持 那包括我们的粤菜 是非常美味的一个菜 每一道菜 我都会和一些法国人 讲他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这个菜呢 原本是怎么样来呢 是根据哪一个年代呢 其实都是有他的故事在里 那法国人他来吃饭 为什么要说 我要找玛丹米 玛丹米 是因为 每一次他们来 都会听到不同的故事 那他们也很想往亚洲的文化 无论我到哪一个国家 如果有学历的话 我都会尽量把它做到最好 可能思想有点古老吧 因为总是想着自己的故乡 那我们做菜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加好 无论身在何处 美食总能让人缓解对家乡的思念 纯正的家乡味道 历久迷新的传统料理 是对自己的靠赏 对故乡的思念 对文化的传承 主要是每个菜 只是要用心去做 而且要懂得菜 更能炒到火候 各方面都要准备好 师傅就是必须要了解 每一个菜有它的味道在里面 那如果传统都没人做了 那未来的下一代 他们可以找到 我们互相的味道吧 也许有点难多了